多彩马来西亚,马来西亚,位于东南亚的一颗璀璨明珠,其国土被南海分为东西两翼,西马半岛与泰国接壤,东马则与印尼,菲律宾为林,这个国家不仅拥有丰富多彩的文化,还有着令人叹为观止的自然景观,为游客提供了无尽的探索机遇,马来西亚的人口主要集中在西马,吉隆坡,马六甲,槟城和布吉等著名城市均位于此, 而东马则以沙巴州和令人魂牵梦绕的仙本纳等地为主要代表,在2006年以前,西马的人如果要前往东马,需要国内护照,且只能停留三个月,如今虽已无需护照,但停留时间仍不能超过三个月,马来西亚由三大民族构成,其中马来族作为主体民族,约占总人口的60%,华人曾经占据马来西亚人口的40%,但在2017年降至23%, 预计到2040年可能仅有17%,马来西亚优越的农业条件,使其成为世界级的热带经济作物出口大国,仅次于泰国和印尼,它是世界第三大橡胶生产国和出口国,同时也是世界第二大棕榈油生产国,出口量占据全球一半,中国是其首要买家。 此外,马来西亚还是世界上榴莲产量最大的国家之一,品种繁多,口感丰富,价格亲民,是榴莲爱好者的天堂。 马来西亚的华人对中国有着深厚的认同感,他们不将中国称为外国,而更喜欢用国内来指代。 马来西亚有两个国庆日,分别是独立日和国家成立日,在马来西亚,企图自杀或自杀未遂者,可能被判处最高一年的监禁或罚款。 同性恋、双性恋和变性行为在该国被视为违法,而一夫多妻制是合法的,一个男人可以娶四个老婆,但娶新妻需得到大老婆的同意并平等对待。 总之,马来西亚是一个充满魅力的国家,值得你去深入探索和发现,这里还有许多令人陶醉的旅游景点,等待你的亲临。 吉隆坡是马来西亚的首都,也是一个现代化的都市,双子塔是其标志性建筑,游客可以登上观景台,俯瞰整个城市的壮丽景色。 马六甲是历史悠久的古城,这里有许多荷兰和葡萄牙风格的建筑,以及著名的马六甲海峡,见证了马来西亚的过去。 宾城以其美食和街头艺术而闻名,你可以在这里品尝到各种美味的小吃,同时欣赏到独特的壁画涂鸦。 东马的仙本,那则是潜水爱好者的圣地。 这里的海水清澈见底,海底世界五彩斑斓,美丽的珊瑚和丰富的海洋生物让人目不暇接。 而沙巴州的热带雨林和珍稀动物,如长壁猿和长鼻猴,也吸引着众多自然爱好者的目光。 此外,马来西亚还有许多美丽的海滩、古老的寺庙和热带雨林等待着你的探索。 无论你是追寻文化遗产、享受美食,还是沉浸于自然美景,马来西亚都将给你带来难忘的旅行体验。 快来探索这个充满魅力的国家,发现它的独特之处吧。